议员们又是拍桌又是抗议 质疑基隆市议会议长 童子威主持程序有问题 而真正的导火线则是市议会在争论 基隆捷运经费 基隆市负担经费 从原先预估17亿元 暴增到53.86亿元的议题 特别是之前市长谢国良批评 门都没有的一句话 引起议员们之间舌战 针锋相对 支持市长的议员认为 到底是之前中央故意不说 还是等到谢国良当选市长后 才大转弯呢 桃园机场捷运中央全额买单 基隆港每年为国库 赚进一千多亿元的关税 中央应该也要全额补助才对 还是看不起基隆人呢 到底是林市长在之前知道了 不说 还是现在谢国良当市长了 大转弯了 这难免我想不止基隆市议会 全体基隆市民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人 都在议论分分讨论这个事情 桃园是我们的航空的国门 那基隆港呢 基隆港是我们海洋的国门 大家不要忘了 基隆港一年 率作一千多亿 我们也不过分到 九亿多的回馈 说实在 市长你也太软了 什么叫做门都没有 要是我的话 一定去叉叉娘的 然后呢 我说我一定率领基隆市民 全体去抗争 刚才李议员讲的还很客气 干脆我们就封港啊 基隆港在我们家 在我们的土地啊 市长对不对 这个议题从头到尾 莫名其妙 不止门都没有 叫这个假议题 那为什么淘基可以 我们这个海港不可以 我们这个也是面对全球来的一个国际港口啊 那凭什么叫我们负担53亿 负担的17亿变成53亿 53亿多大耶 我赞成我们张耿卫张议员讲的 该封港封港 53.6亿真的对我们基隆来说 财政真的是非常的困难 因为我不希望说我们其他的民生建设的预算 会被受到排挤 质疑的议员则认为 之前市长谢国良批评门都没有的一句话 也让议员担心 基隆市长谢国良是否不想盖基隆捷运了呢 这个内容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增加那么多费用 我了解内容 然后甚至是应该在那个市长的角度 我们跟交通部 我们跟中央来一个争取 但是你一句门都没有 不就是打乱了过去 甚至是让过去这一些 努力来20年来的一个心血 甚至感觉一夕之间 好像就是因为这句话就流逝了 不能够用一句门都没有 这样的一句话来推回去 这件事情是有助于城市缝合 但是它并没有到我们完全无法负担的程度 可不可以降低 当然可以 我们应不应该降低 一定要 我们当然要一起努力去降低 但问题是 你一听到这个数字第一件事情 先门都没有 这是哪门子的谈判手法 大家一起去思考 增加的这一些预算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透过区段征收 或者是透过都市计划的方式来 无偿取得土地 让这件事情尽快的完成 我相信我们的秘书长是这方面的一个专家 也有议员提出不同的看法 基隆捷运新建的目的在哪里 有真正关心通勤族的辛苦吗 台北车站转程 目前台铁票价 巴督到台北票价36块 如果今天我再转程 捷运45块再加上南港捷运到台北捷运 30块 整整是70块 70块跟巴督到台北车站 台铁车站36块钱 涨了一倍了 问题一 今天这个基隆南港间通勤轨道建设 对于谢国良市长来说 你觉得他的目的是什么 有没有要回应通勤族长久的辛苦 如果这件事情不先开始讨论 未来通勤票价直接涨一倍 这说得过去吗 也有议员认为 不管哪一个党派市议员 都一致支持建基隆捷运 什么新事情 有心就是有力 你看他有心 没有心 他垂共共 只这样谈兵 这件事情永远都是做不到的 那个执行力要不要去推动 要不要去做 我觉得这很重要 一定要不分政党 真的一定要不分政党 我们真正去为基隆市民来争取 我们应有的权益 我们很多的权益都真的是被剥夺了 我拜托市长 也拜托我们林部长 那个林部长 包括我们中央的各部会的 真的要为基隆市民多想一想 全体议员刚才听起来发言 没有人反对 我们整个基隆市议会 都是支持这个基隆捷运的一个新建 只是说现在在于我们这个负担的款项是多少 那这个都是我觉得都可以谈 只是说市长你的态度一定要坚定 不要说那句话 因为那句真的太重了 门都没有 我以为你要关门了 我以为你要上场救援 要把这个整个基隆 把门关起来 那你刚才回复是没有 是很好 那我希望说市长来努力 我们一起把这个基隆捷运 希望他可以在更快的期程之内 把他做一个新建 最后议长同志委也做成决议 市府应以市民最大福祉为考量 积极与中央沟通并争取经费 透过各种政策运用 降低地方财政负担 必立基隆捷运工程早日完工启用 造福市民 并于下次定期会业务报告中 请市府提出基隆捷运进度 财务分配及沿线规划等相关报告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